主料,鸡600克,干香菇50克,茶树菇50克,主料,姜10克,八角3个,干辣椒6个,花椒一搓,大葱一小段,酱油30毫升,黄角50毫升,白砂糖20克,湿野5克,植物油30克,细香葱一根,准备材料,香菇,茶树菇,干辣椒,八角和花椒,切香片带用,茶树菇和干香, 花,用温水浸泡,泡化后的菇类,绿掉沙尘,留下浸泡过菇类的水,以洗净,展现,沥干水分,炒过放入食物油和白砂糖,用小火加砂糖煮成琥珀色,将鸡块放入炒锅,爆香,把鸡块炒至金黄色,放入姜片,干辣椒,八角和花椒,翻炒片刻,加入酱油炒匀,加入泡菇类的水炒匀,加入浸泡过菇类的水, 茶树菇和干香菇,翻炒,煮碎,将所有材料倒入砂锅里,用中小火炖30分钟,关火前可以根据味道放入少许盐调味,上桌时撒些香菇类,烹饪技巧,一,骨类泡发,要用温水,热水会让骨类烂掉,盘水浸泡的时间要涨很多, 二,斩煎后的鸡块要沥干水分,不然放在炒锅里使得油花四溅,三,花椒和八角不宜多棒,不然会掩盖了蘑菇和鸡块的纤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